我原来想花他几亿买个豪宅 是不是很大胆 几亿日元 买个豪宅 旧色谷附近 就直接麻布那买 上亿豪宅 我最早找房子的时候 跟所有同事说的都是 上亿豪宅 所有同事 我老板兼职他们所有人 很兴奋 老马他们很兴奋 上亿豪宅 一直说的都是上亿豪宅 我们一直在做缩哈豪宅的准备 所以当时跟同事们说的时候 我只要你们两个亿 只要没人借我 两个亿 两人到三人 他们说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 我银行有二十亿 豪宅公寓才几个亿 我用它买两套 色谷买一套 买一套 钢区买一套 我再买十八套 还能剩十亿 二十套 我住一套 豪宅公寓啊 其他几套就慌着 只住一套 那些钱就够了 然后前边借钱 不还 老赖 日本贾跃亭 我说只要你们报金币 咱就买好多豪宅 哇 所有同事觉得太厉害了 就这人太离谱了 你想的真不错呀 但是后来我还是放弃了 你知道为什么 我研究了大量的借钱不还的事例 也有一些借小钱的事例 还有尤其是最近这两年 有一些曝光的借钱不还的事例 国外的老赖我都认识 我专门看研究 我就一直下不了决心 其实刚入社的时候 我就想借点钱 赶紧跑路去买豪宅 后来怕被人揍 你知道最大问题是什么 当然这是一个专业问题 简单的说 最大问题就是银行 就是银行 因为我去银行取钱 银行不给我取 对于一个高回报的 对于一个高收益的一个 零风险的一个好事情来说 那么多民币存款 银行死活不给我 我存了民币不给我兑现 目的达不到 而且你不能 刷刷刷刷上去就硬抢 不可能 你从柜台旁门口 中间这一秒钟就被逮了 就完了 就完了